有情提示 这是泰国迄今为止 最恐怖的恐怖片 直处程度堪比三春老师 他就是2008年 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 厉鬼讲硬 说哦 马家屯有个疯老太太 叫福桑 因为自己的孩子意外去世 精神失常的他 就抓了别人的孩子 给囚禁起来 为了防止孩子逃跑 他甚至把孩子的眼睛给嘎了 福桑给屋里照了 买了股的孩子 没事就坐着镜子前梳头发 脑瓜都梳脱了皮了 跟秋千史似的 后来村民找到了 福桑的秘密小屋 一气之下 把他给吊到房梁上 当场也恨东北 自从福桑死后 马家屯村民隔山岔五 就有人去世 村民怀疑是福桑 化成厉鬼来找他们复仇 画面一转 由二三五方应厅 做着剧主的工作人员 他们正在看 刚拍完的新片厉鬼 翠花看一半 实在是浑身刺呢 于是他跑出来 跟导演抽了个人眼 剧主杀青了 但导演一点都不开心 他说想把福桑 上吊那段牆来 因为看得太糟心了 随后翠花回到方圆厅 发现同事都已经走了 而画面一直在重复 福桑上吊的那一段 放着放着 突然屏幕上 出现了福桑的投影 而电影里的福桑 就出现在翠花身后 随着一声惨叫传出 翠花当场也恨东北 方圆厅小帅看电影结束了 就把带子收了些了 同事条子跟他商量着 想偷偷录个枪板 做点外怪 于是等晚上下班了 条子回到方圆厅里录像 小帅就在门口放风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意外 小帅一下就醒了 发现电影早就放完了 可条子却没来叫醒他 小帅来到方圆厅找条子 发现他的录像机丢在地上 但影却不见了 小帅查看了录像 可里边的内容让他浑身发凉 前半段录得好好的 可后面录像机倒了 条子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 一边惨叫一边疯狂后退 然后录像到这就停了 小帅跑到了条子家找的 可屋里灯开着 风扇转着 就是没见人影 小帅仔细一看 地上有两排脚印 一边是正常的脚印 一边是被拖行的痕迹 小帅跟着脚印来到柜子前 可打开门一看 里面啥也没有 小帅正准备回家 正好碰上了收枪板的商贩 商贩等了一晚上 不见条子来交货 于是他找小问问问 咋回事 没咋回事 小帅只能拐回方圆厅 打开电影再录一遍 可看着看着 他发现不对劲 这画面里出现的脚印 怎么跟条子家里的一样呢 男人提着背包袋 可拉起来的却是一只手 就这么的 他不知不觉背着个阿飘回了家 就这刚才 他在失踪的条子打电话 可身后的大药幕里 却传出条子的灵声 他扭头一看 药幕上被扶上杀害的村民中 条子赫然在炼 小帅被吓蒙圈了 他是一秒钟都没敢多待 可他不知道 那个厉鬼扶上就趴在他背上 跟他一起回了家 结果可想而止 小帅刚到家 发现地板上有一串黑脚印 而浴缸里就有个人影 上来梳头 小帅壮着胆拉开浴缸 可里边啥也没有 只有一把沾满头发的梳子 第二天小帅来放映厅上班 同事们都在议论条子和翠花丝中的事 小帅的前女友小美 无意中发现他跟条子拍枪板的事 他自问小帅 条子去哪了 没招了 小帅只能把之前的遭遇告诉了他 结果你猜怎么着 小美不信 之前小帅委托同事给小美买了个表 想跟小美求复合 结果一回头的功夫 同事变成了扶赏 小帅是最痛跑啊 从村头跑到村尾 结果一抬头 夫上躲在他面前 二话不说 把嘴撕在老肠 小帅吓得跑进了电梯 可二了半天没反应 那能有反应吗 你这次生怕阿飘逮不住你 等维修人员打开电梯 小帅已经被吓得两眼无神 浑身抽搐 小美把小帅送回了家 随后通过上网查询 发现小帅说的还真不是空穴来讽 影片中的服装 绑架孩子嘎眼球 完了还找马家屯村民复仇 居然都是真言真事 小美迟疑了 难道小帅看到的不是幻觉 为了查证消息的真实性 第二天两人亲自前往马家屯 来到了当年发生惨案的小屋 屋子废弃几十年 陈设几乎没啥变化 甚至当年的上那个绳都还挂着 就在两人私处查看的时候 风扇突然掉了下来 端一下子把小帅给砸到了地下室 小帅摔懵圈了 迷迷糊糊中听到小美说 让她别动她 自己马上来救她 没过一会儿 小美从黑暗中跑出来了 说要带她去医院 默设她刚要走 一个人绳子落了下来 小帅扭头一看 发现小美居然还在一楼 那拽着自己的是个什么玩意啊 小帅被送到马家屯诊所 经过检查没啥大问题 可医生听说他们是要去调查 扶伤的事时 突然抬起了头 你说啥呢 扶伤活得好好的呀 他就搁隔壁精神坑呢 原来啊 真实情况是当年扶伤被村民发现后 想上吊自个儿但没死成 随后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这就奇怪了 既然扶伤被死 那缠着自己的阿飘是谁呀 演员为了拍戏 居然真的上吊自杀了 小帅潜入了制片公司 从一盘写着幕后花絮的录像带里 发现了真相 原来当时拍摄这一幕的时候 拍了几十条都没过 演员离神怎么演都演不出 上吊的窒息感 导演实在是没耐心了 可主演又没法换人 于是在片场对他破口大骂 能演演 不能演找个场拧落实际下 导演是万万没想到 最后这一条演的嘎嘎真实 演猪子都憋红了 大家还以为是他开窍了 殊不知李婶身后的威亚断了 他根本不是在演 而是真的吊死了 于是从影片上映的那天开始 凡是看到李婶上吊这一幕的 最终都得厌恨东北 得知真相的小帅赶回放映厅 打算烧了电影员屏 阻止诅咒的蔓延 可这时候收枪板的伤犯突然出现 他们以为小帅跟条子收了钱不办事 准备来找麻烦 小帅顾不上这愣总了 趁着发现天出人的时候 他混入人群溜之大吉 然后来到仓库 把所有胶片都给烧了 本以为诅咒就这么结束了 可出门的时候怪事发生了 那个商贩突然出现 把刚才的情景又压了一遍 小帅以为自己出幻觉了 于是他再次趁乱溜回仓库 把胶片又烧了一遍 结果他刚一出门 这愣总又出现了 相同的场景相同的台词 就跟按了倒退键一样 不停的重复 小帅受不了了 他冲上去把商贩推倒 然后挥起拳头一通锤 打着打着地上的商贩 变成了李婶的人形力牌 小帅慌了 赶向阿飘斯给他下了幻术 阻止他烧圆片 此时整个影院 到处都在播放李婶吊死的画面 小帅被整崩溃了 恍惚中他看到了小美的人影 于是他想也没想就追了过去 结果呢 小帅再次中了幻术 被李婶引到了方向天 小帅甩开了李婶 连滚带爬往外跑 李婶就拿着刀子穷嘴不舍 小帅一六眼躲进了楼梯间 可一扭脸他傻了 楼梯间居然变成了李婶的小屋 那些隐恨东北的居住人员 全都被困在这了 就差他一个了 小帅被困在大萤幕里 而珊珊来迟的小美 只能眼睁睁看着李婶嘎了小帅 最后影片顺利上映 喜欢恐怖片的观众慕名而来 现场座物虚席 但谁都不知道 荧幕上出现的遗体 都是看过李婶上吊的幕后人员 影片的最后 死去的李婶突然开起头 发出了灵魂疑问 警察